首间房屋头期基金MyDeposit开放申请一个星期以来 获得民众的热烈回响 直至今天已经有至少1046人在网上提出完整的申请 国家房屋局总监拿多莫哈莫尔索夫指出 首阶段拨款总值2亿令吉 预料超过7000人将会受贿 如果4月到6月的反应良好 该局将向政府申请更多拨款 展开第二轮的MyDeposit计划 首间房屋头期基金MyDeposit4月6号开放以来 截至今天中午已经有1046人在网上提出完整申请 大部分申请者来自许兰娥、布城、柔佛和槟城 国家房屋局总监拿多莫哈莫尔索夫指出 政府拨款2亿令吉作为首轮首间房屋头期基金 预料将有7000人受贿 他重申这项计划不设种族固打 受贿人士也不需偿还辅助金 不过凡是获得辅助金的首购族 不能在10年之内转售房子 除非出现特殊情况 穆哈莫尔索夫补充说 至于购买二手房子的辅助金将会到律师楼户头 这也意味着受贿者不会直接拥有最多3万令吉的辅助金 他披露 如果首阶段的反应良好 国家房屋局将向政府申请更多拨款 推行第二轮my deposit计划 NTV7综合报道